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西暴聯誓勝亞德萊德聯 星期五下午澳積聯第五輪先打一場 到期時,西暴聯將主場迎戰亞德萊德聯 亞德萊德聯新賽季表現不太好 頭四輪只得三為一負的不勝戰績 再加上之前三次與西暴聯交手也是一勝難球 所以,亞德萊德聯金將不移高估 另外,M直播到期時,將會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說回西暴聯,他們新賽季遭遇開門黑 當時,他們在主場以0比1輸給墨爾本勝利 不過,之後強勢反彈 在荷爾斯的大令下,西暴聯以三國1比0 先後擊敗柏斯江輝、墨爾本城和布里斯本師後 取得聯賽三連勝皆職 他們上季只取得第十名 即倒數第三位 現在,他們正正排在積分榜的第三位 看得出,他們進步明顯 另外,西暴聯的防守方面亦抵贊 目前只有一個失球數字 在奧積聯中防守並列第一號球隊 今次面對目前入不敷出的亞德萊德聯 西暴聯有望在下一城 亞德萊德聯今季至今最光輝的時刻 應該是和墨爾本城那一戰 當時他們憑著馬奧克和賀露雲的建谷 在0比以落後的情況下追至2比2 艱難收獲1分 但目前4輪打完 他們只得3和1負的戰績 有3分為列積分榜第10位 即倒數排名的位置 入不敷出 就是亞德萊德聯今季表現差勁的一大主因之一 目前只入4球,失5球 同時防守表現亦是全奧積聯倒數第二差 只好過戰底的布里斯本斯黑 再加上亞德萊德聯之前3次和西暴聯交手 只取得2和1負 但今次仍要作客出戰 所以亞德萊德聯可說是難記口莫 是陣容方面後衛安石爾因相缺陣的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